在畫面那裏,就有一個鐵人耐力材 那你可能會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 最緊要的條件是什麼? 應該可能是鬥志,毅力,是不是那些東西? 嗯,都對的,不過在生物科的角度 你知不知道如果要做一個鐵人 最緊要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一個很好的運送系統 還有一個很好的呼吸系統 我們有了一個呼吸系統和一個運送系統 其實我們那個運動員 我們就可以幾個小時都可以不斷做運動的 好了,那呼吸系統和運送系統 其實就是兩者是息息相關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再多看我們幅圖一次,溫一下書 外面的氣體,在大氣那裏 我們其實是希望呢,想將它運去給細胞肌肉用的 和我們各個器官的細胞 但是它們的距離又很遠 所以我們第一步呢,我們首先呢 就要將它經過一個換氣的過程 將它的一些空氣呢 帶去我們的氣體交換的表面 即是我們的肺泡那裏 肺泡的表面呢,就僅僅貼著很大量的微血管 這個就是我們的運送系統 它就會將我們呢,氣體交換的樣子 將它帶去我們的細胞 而也都將我們的二氧化碳這些肺物呢 也都經過運送系統呢,帶回去這個氣體交換的表面呢 跟著我們經過呼吸系統就經它排走 所以呢,我們這一課呢 就一定就會講這個運輸系統了 那是不是全部的生物都有運送系統呢 那我們就看看變形蟲仔 你現在看不看到裡面有個心臟啊 血管那些東西呢?沒有啊 但其實為什麼它們不需要運送系統呢 原因就是它們那個體積太細了 它們的身體的表面呢 和外界呢,是直接是貼著的 所以呢,單靠擴散作用呢 其實這隻變形蟲仔呢 已經拿到它足夠的氧氣和食物了 它要排走廢物和二氧化碳呢 也都靠單靠擴散作用呢 已經能夠滿足到 所以它不需要一個循環系統了 不過大一點的生物呢,情況就不同了 當生物大一點之後呢 它很多很多的身體細胞呢 就距離外界呢,是很遠的 那我們單靠這個擴散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把氧氣和食物呢 運去全身用的 所以我們就要有個循環系統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運送系統呢 有多少個部份組成先 那我們以前中三就已經學過了 運送系統,我們有一個叫做 血液循環系統呢 但你可能有個系統比較陌生 我們叫做淋巴系統 那淋巴系統 你們剛剛上一課消化都學過了 它幫我們運什麼的 沒錯,運兩樣東西的 第一個就是滋溶性的維生素 第二個就是運一些脂肪的 我們現在呢 先看我們的血液循環系統 我們的血液循環系統呢 我們的血液循環系統呢 就由三個部份組成的 第一個就是心臟 它就是作為一個泵 將這些血液呢 提供一個壓力 把它泵去全身的 那我們另外第二個就是血管 血管就佈滿全身的 那我們就有些最微細最微細的血管呢 它就會穿透在我們細胞組織之間的 那些我們就是微血管 那這些微血管有可透性的 那就是它就容許 血液裏面一些的物質 和我們身體的細胞 去做一個物質交換的 那第三個部份就是血液了 OK